日本歌詞曲 杜丹 我.. 你先說 我以為會是 譬如這裡的 幻想過是金 琴 舞 我自己的想像是 他不見得真的能夠勇敢 在那個時候 他其實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之後的世界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究竟 還有沒有那麼多的勇氣 去面對接下來的每一個生活 跟每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然後後來知道是帶領緣大寶哥的時候 真的謝謝有他 他演出的阿翰完整的整個張家 在還沒開始拍的時候 他跟我說 喂 我年輕的時候比你帥 你今天要來比一半教育人嗎 還是你想要怎麼職業 想要怎麼職業 本來是誰的職業 在北巴掌 在有肥膚 外計行行 所以他沒有問題在 剛剛公司機器上了 然後一個月三千塊 一開始在對戲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緊張跟大寶哥 但後來我覺得他好厲害喔 他光聲音就已經讓人家很入憶 他還剛跟我說 我跟你講我找人家客串沒有人開玩笑 其實我們當然也Cast了一段時間 可是要50歲 然後是一個能夠演同志角色的演員 其實這個選項就已經很少了 然後又願意去演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第一個 我們先鎖定的大寶哥就是令人 然後找誰跟他搭 後來就是王志賢大哥很勇敢地跳出來 有意思啊 然後他就接了這個角色 真的有耶 可能是小朋友 我們兩個人那種交流 我個人認為是很陽光的 有希望的 因為前面我沒有參與 所以說我必須得要參考他們前面的個性 不管年紀漸長或時間多少 但是那個個性是不會變的 你剛剛不覺得事情跟他很像嗎 不行動的話 對啊 我覺得我走路真的跟他很像 不然啊 我想像過他會變成一個很瀟灑的 在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每天工作結束之後就會到酒吧喝個幾杯 不管哪一國人都很了得來那樣 你也在後面 如果你不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像也不知道他們後續的生活變成什麼樣子 有他們兩個演老年的我們 就真的 才把這個角色做完整 謝謝 我一直在開演唱會 我在後面搖手 拜拜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尼加沙 徒步 Oh my God 有沒有看到 非常壯光 包整站結果我們要下去 那我怎麼都沒包 我居然要下去 去加拿大一方面就是說除了希望把歌曲拉大也希望去對照這兩位成年後的男主角他們心裡的一些狀況所以去加拿大有一個異國的奇調在哪裡 也是算第一次跟加拿大的劇組合作 其實他們也給我們很多的幫助 是一個還蠻跨國合作的經驗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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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能夠一直記得這個 這個刻在心底的這個回憶這樣子